小黑兔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黑兔 今天是2022年的7月27号 我在南美珍珠小国乌拉贵的首都 住在他们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 非市郊的居民区 这是我租的民宿的晾衣服的区域 这也是一个天台 前天说希望昨天是一个晴天 让我出去看看也好 果然给了我昨天一天的时间 今天呢想出去再走走 发现还是一个阴雨天 而且它这个阴雨是持续的 一会儿会有太阳 过半个小时又开始下雨 刚刚下了一场雨现在又停了 我还挺喜欢我的这个民宿的 除了有美好的露台 白亮云区域你看 这边还贴心的种了一篮子的花草 非常有特色的乌拉圭的植物 比如说这个我一路上都有看到 芦荟花 还有那个粉色的小花也很漂亮 我住在他们的三楼 这是洗衣房 这个洗衣机超好用 这三楼的一个卫生间 热水一直都有 温度也很好 就是可能不是天然气的 所以 还是不能洗太长太长太长 长一点没关系 不然水温就会变冷 这是我的房间 最里面的 对面就是 我很喜欢的一家音乐餐厅 晚上稍稍有一点点炒 这个空调相当相当的给力 整个房间也非常的清新干净 这已经是我收拾好行李 要离开后的场景了 三层总共有 我关一下 他们给的浴巾也非常的干净舒服 三层总共有四个房间 乌拉圭所有地方的网速 无论多郊区都超级快 所以这也是我对乌拉圭印象变好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王义 这边是他的另外一个很大的浴室 也是可以使用的 嗨 这里还有一个浴室一个房间 他们这个梯子很工业风对不对 总之就是非常的舒适有感觉 这是一个小小的公共区域 可以看电视坐着休息 这边就是进来的地方了 这里还有一个很舒适的天井 上面就是我们刚看到的那一兰花啦 早上可以到外面吃早餐 这是他们的又一个洗手间 也很干净也很大 水温也很好 洗手也什么的都有 我每次做完饭都会走错 走到这个房间上面去 而且这个楼梯特别窄 我有一次差点摔下来了 回到这个厨房间 我超级超级喜欢 锅碗瓢盆一咽俱全 而且很干净 很有品味 冰箱也超级超级超级的干净 超级超级超级的好用 锅具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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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干净齐全 加好用 烤箱和除灶也很干净 这里是刚刚有一位小伙伴 他用了还没有擦干净的 每天傍晚都会有人来打扫 第二天就会很干净 这些调料也可以用 也是那种不差的调料 还有各种器具 还有带锁的 放食物的小隔间 也保证了隐私 非常非常的好 除了在这里可以吃饭以外 这边还有一个大大的就餐区 也连通这外面的小天井 还可以放音乐呢 还有书籍可以看 这里有房东海非常贴心的 给我们提供的各种木材 晚上可以在这里自己烧壁炉 非常非常暖和 温馨有他国情调 所以我很喜欢我住的这个地方 我没想到我这次敲选的这么好 价格呢是101一个晚上 在乌拉圭这么物价高昂的地区 有这样一个住宿目 我觉得性价比是超级超级高的 这间房间不知道是什么 关闭了可能是房东自留的 这里还有一间房间也关闭了 也是房东自留的 看它这个门 就很有乌拉圭的 建筑特色的感觉 出来就是普通的居民区 所以住在这里 其实完全可以感受 乌拉圭的他们当地均匀 住宿的一个氛围 和他们的建筑的感觉 再过几个小时 我就要飞往我的 涅围之国 重返我的第三十六个国家 但是呢已经和他 面对面相望很多次了 甚至踏进了他一小块 火地岛的区域 但始终没有深入的接触他 那就是南美洲最富裕的国家 这里 这里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请不吝点赞